哈喽大家好我是白丁 今天呢给大家讲的是那个最后一个的干柄知识是什么了 对啊吸墨机制也就说有哪几种的吸墨模式 然后呢这个东西是这样子 我会拆开两部分讲 第一个有吸墨的方式有到底有几种 第二个吸墨里面吸墨器的规格 主要是讲这两个 知道这两个以后 你们把我们之前讲的一些不同信息梳理梳理 好好再想一想整理整理 那基本上就比较容易去选到一支 怎么说对你来说 对你比较合适的一根干柄 就选择上面 首先大致上面是分三种 第一种是挤压式 挤压式是什么 像那个图片上面这个的英雄的这个 然后打圈的这个部分呢 它是那个可以按下去的 这样子压按一下 然后拉上来 还有哪几个呢 呃那一个卡维口的 那个卡维口的就是老板的那个吸墨器 有点像墨朗的 但是这个之前我看完那个英语评测不是特别好使 然后最后一种最后一个是像那个百乐的 百乐那个捏几下 那个呃怎么说手感是最好的 我没有用过 但是看起来他手感是比较好 而且比较耐用 呃当然英雄的价格会便宜很多了 呃所以说见仁见智吧 如果你们喜欢这种比较简单的就捏一捏就搞定的 对吧 那第二种是比较常用的 就是就比较常见的 就是这一个我们简称的一个 呃 呃螺旋型的 就是说慢慢转慢慢转对吧 呃当然也有抽拉的 但抽拉据我所知 暂时只有Careco的那个抽拉式的吸墨器 所以就它是专门给那种短笔用的 因为钢笔有分长钢和短钢嘛 你看墨朗上面它是有短有长的 那短的那种呢 是这样子就专门给短钢笔用的 但现在短钢笔其实的种类并不算特别多 那通常长的和短的更多区别 就是我等会要讲的一个口径问题 大家这里先记着 我等会会讲就是关于这个的口径 因为吸墨器跟墨南亚都有自己的一个口径 那这个就基本上你们看到扭扭对吧 扭扭然后就那一个 然后拉起来 然后再扭回去对吧 用的是一个 反正钢笔都用一个大气缘理来抽墨 那基本上就是这样子 然后第三种 呃是这样 呃 那一个你们先看了这样图 这个是那个 呃 下面这个部分叫种沉默 我通常叫这个叫吸墨器 吸墨器然后放进去 然后转转转把里面吸墨器空间挤出来对吧 然后再抽上去 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大气缘理嘛 就跟你吸管喝水的一样嘛 那这时候活塞上磨第三种我们讲到了 第三种活塞是什么 就是活塞就整个吸墨器跟比较 它是一体化的 但是呢 呃 这样这个有什么不好 就是坏就基本上就整个报销了 就不是说我换个吸墨器就OK了 但其实钢笔没那么容易坏的 说实话 通常都是拆坏的 而不是用坏的 这一点大家记着记着 只要就是说你吸墨的时候 或者你用钢笔 就是说特别吸墨或者洗笔什么 不要用力过门 就基本上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 那钢尖什么 我之前也有讲过 那吸墨器大概就这些了 反正呃那持组是哪一种呢 就是说这种活塞吸墨持组就是白粒金啊 呃你也知道是我 你们也知道是我最喜欢的一个品牌吗 呃如果是说那一个现代的那个 比肩的话的持组是说的呃 Vidywood waterman也是我最喜欢的 所以为什么我最喜欢这两个品牌 因为这两个都是都是一个电堂级的一个品牌 虽然说现在来讲 它不是特别的一个怎么说不像万宝龙怎么名气那么大 呃那不要扯太远了 我们就这继续回来讲一下 就是说刚刚第二种吸墨器的口径的问题对吧 第二部分口径的问题是这样子 那么首先分两种欧标和日标 但是通常我觉得是这么分欧标 然后还有个什么专用专用标啊可以这么讲 为什么欧标的话有很多的品牌 然后你们可以看得到呃就是说我慢慢这样子放对吧 呃就是不同品牌 像基本上有些可能国内不太好找 那有些可能香港没有的呃或者是说啊 有些或者别的地方都没有的 那基本上呃反正你看到我一直在慢慢放吗 呃基本上这个就是说啊 呃那个品牌嘛就是这么多了 反正总共就这些了你要再找多我觉得也很少对吧 而且我也去到一些就是说比较不常见的了 那基本上欧标的这些品呃那一个就是说你只要买他们其中的 如果是说买他们的笔呃 然后呢或者买因为这些品牌有些是有出墨水的墨或者墨胆 墨胆墨胆墨胆或者墨胆是同一个东西或者吸墨器对吧 就说这些品牌的他的东西是可互用的就是不会说我买A这个 然后B这个信号器插进去啊用不了不会没有这个问题 那这时候就这样子我们要讲另外一个问题专用的专用标准 哪一些公司你们记得这几个就可以了啊用其他他不是说有些时候是真的用不了别的对吧 通常者用自家的用其他的第一个可能太松可能漏水可能等等的别的问题 所以说哎不要做死就不会是no you know die why you try you try you die don't ask me why 对吧呃就正常这样子说反正第一个这个呃您看到了高市对吧 cross呃这个可能买的人不多 第二个众所周知是nami对吧呃第三个pilot就是说那个你也可以叫那个nami key同一家公司啊 pilot或者并幕呃然后再下来是那个panium 呃sina所以说就panium就最有名的初云嘛对吧 sina最有名什么呢呃他的大小鱼雷嘛长刀鞋嘛封建机嘛这几个封建机嘛纪念版嘛对吧 panium我记得好像有 然后再下来的那个最别墅一个的干壁品牌的不出的外观呢或什么的 都相对来讲比较另类的sailferc bailey对吧 那再下来了那一个是呃这一个再下来基本上就其他的其他的一个比较另类信息 另类信息是什么呃首先 Avora他的笔是最可靠的对吧就最最靠谱的都到呃那个dolpun是最好写的 这个每个人都知道吗只要是一个支撑钢笔玩家你一定是知道的 然后Avora parker还有fruiser的一个啊fruiser的一个口径是相同的卡莫他是一定通用的欧标的其实都通 嗯但这一几这三个什么就是我们简称的perfect match就是说基本上你不用担心有什么问题 然后第我之前做过的那个呃品牌叫五族吗一个钢笔式毛笔的跟这个拿卡亚中屋还有那个pandium再下来就是这三个品牌他口径是一样的 所以说什么西墨器卡莫基本上都是通用的那所有西墨器就是说幻默机制基本上要讲的就这么多了你们把呃好像我记得第一个是第一集一三 然后这个估计会我会放在那个第六集一三六你们这三集看完以后呃基本上就能选一根你们需要的港笔而且也能获得一个你们需要知识也够你们用了我觉得 因为第二集第四集和第五集是主要是更多的一个第二集我记得是拆笔吗对吧 第五集我想一下第四集的话是那个呃就是拆那个百利金吗也是拆笔的第五集的话是一个百利金的一个整个介绍就是说从他的历程介绍到他最后的一干笔对比 嗯所以呢就你们看自己喜欢看哪一集拿去看就ok了好那个今天要讲的就这么多啊 谢谢大家花这么久的耐心来看啊谢谢大家